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结构与尺寸看起来简单 要如何快速画出3D图档才是重点 今天就来画这个零件给大家参考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 我们来看正式图,这边后是12毫米 这边眼角半径是18毫米 这边高是102毫米 这边孔径13毫米 这边眼半径是15毫米 这边延熏距离是82毫米 这边距离是132毫米 这边距离是212毫米 这边距离70毫米 这边眼角半径32毫米 我们来看左边西部放大径 眼角半径是6毫米 这边眼角也是6毫米 这边距离是10毫米 这边也是10毫米 这边距离是12毫米 看上色图 看上色图 这边距离72毫米 这边后是16毫米 这边宽50毫米 这边宽50毫米 接口宽32毫米 接口宽32毫米 右边这边宽135毫米 接口宽100毫米 看右边西部放大径 夹角120度 距离5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位观一尺寸厚 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 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质 切点 选择前击直面草图绘质 选择线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 到终点垂直线向上 切点 选择眼角攻击 眼角半径是18毫米 选择端点 切点 选择偏移突厌 距离12毫米 选择缓转 选择突厌 切点 选择线 在这边画一斜线往左 转切线向上 斜线往右 切点 选择三点盐 这边画一个盐五 切点 选择盐 这边画一个同心眼 右边再画两个同心眼 切点 这边选择线 以盐相切 选择眼角工具 选择眼角半径是6毫米 选择端点 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盐角半径是32毫米 盐心高 8毫米 孔径12毫米 盐半径是20毫米 盐半径是20毫米 选择 选择线 选择线 在这边画一垂直线向上 切点 选择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 改最大距离 70毫米 这边距离 改最大距离 132毫米 这边距离 改距离 212毫米 这边距离 82毫米 修正一下这边尺寸 这边盐角半径是32毫米 选择偏移图圆 选择偏移图圆 距离10毫米 选择 选择图圆 切点 选择线 集合建构线 在这边画一条线 通过盐心向右 切点 选择线 在这边画一条线 切点 选择这两条线 相互垂直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12毫米 选择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图圆 切点 选择线 集合建构线 在这边画一条线 通过盐心 转水平线向右 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夹角120度 选择偏移图圆 选择偏移图圆 距离5毫米 选择图圆 切点 选择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图圆 切点 选择特征 生产填料 方向 两侧对称 距离50毫米 轮延 轮延 延 轮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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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延 给点深度 两侧对称 距离135毫米 轮廓 这里 这里 切点 选择草图一 选择延伸工具 延伸线 结束草图 选择点料生长一 轮廓 这里 切点 选择草图一 生长出量 给点深度 两侧对称 距离32毫米 轮廓 这里 切点 选择草图一 生长出量 给点深度 两侧对称 距离100毫米 轮廓 轮廓 切点 选择正面炒图绘制 图面转正 选择线 集合坚固线 在这边 画一水平线 转垂直线向上 切点 选择自卫性尺寸 这边距离132毫米 选择下草工具 选择中点下草 从中间点往上画一下草 切点 选择自卫性尺寸 这边距离50毫米 这边距离 改最大距离 72毫米 选择偏移图颜 距离16毫米 选择图颜 确定 选择偏移图颜 距离8毫米 选择图颜 确定 选择特征深长填料 给定深度12毫米 轮廓这里 这里 这里 方向缓转 切点 选择草图颜 深长塗料 给定深度12毫米 轮廓 这里 切点 选择草图颜 深长填料 给定深度17毫米 方向缓转 轮廓 轮廓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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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点 这样 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 红色 切点 整个立体图就是这般形状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 距离 212毫米 这边距离 132毫米 这边距离 70毫米 夹角22度 眼角20毫米 空气 12毫米 这边距离 12毫米 这边眼角32毫米 这边宽 10毫米 眼角6毫米 夹角140度 这边缘形高8毫米 这边距离 82毫米 厚 12毫米 圆角18毫米 这边高102毫米 直径33毫米 内径13毫米 夹角120度 宽式5毫米 再来这边 厚 12毫米 这边距离 72毫米 宽 50毫米 这边宽是 16毫米 这边宽是 8毫米 这边距离 132毫米 这边宽 8毫米 再来这边宽 32毫米 这边宽 100毫米 这边宽 135毫米 这整个厨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结构虽然很简单 厨寸并不复杂 但是要如果快速画出3D涂长 才是重点 利用深藏 填除料 以近色附属排列功能 一步一步 把它完成 看过你就会了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 就到此结束 谢谢 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alk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 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 教学香肠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